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网络课堂啊,这里是F5的习题班的课程 那么从这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大的模块了哈 企业内部的这些短期决策 Pot B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好在啊,相对还比较简单 来吧,我们先来进行知识回顾,来看一下啊,在整个Pot B当中我们学过哪些内容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相关成本分析 如果去考它的话呢,主要就是料和工怎么样去区分它,对吧 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库存,如果有库存的话 那么原始的购置成本一定是不相关的 接着再看它是不是常用品,如果是常用品的话 你即便有库存,你把它用掉也要买新的去把它补足 所以相关成本就是它的采购成本 那么如果是闲置状态的话,你把它用掉了 它的相关成本呢,就是那个放弃掉的卖残值 卖废品的那个残值,可实现的净值,对吧 接着再去看,那么这些原材料是不是稀缺的 如果是稀缺的话,还会有一个机会成本 主要就是这样去判别它 但现在我觉得在大题当中去考这个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东西它特别特别合适,适合放在哪里啊,就适合放在我们的Section B 这种小案例的题目当中去考,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Spaceman Paper from 2016 September,这是我们最新的那一套样卷当中啊 就放在Part B的位置了 而且考这个东西如果说它放在大题当中呢,就会把它变形成 哪一个呢,变形成这个One of Contractor,一次性的合约,特殊合约啊,特殊订单,来算它的这个最低报价 OK,好,接下来下一块内容,本量力分析,也叫做Break Even,盈亏平衡,盈亏平衡分析啊 那么这个内容呢,既可以考Single,单独,单独产品,单一产品的,也可以考到多种产品组合的啊 如果考单一产品的话,那很简单,一般就是选择题,或者考到一些这个方法本身的一些小理论啊,假设啊,原理的文字这些描述性的考点啊,在客观题当中 OK,如果考大题的话呢,一定是多种产品组合,而且可以考的比较难,考到什么程度呢 让你在多种产品组合下面去画它的这个Profit Volume Chart,给它做图,做图 而且更难的就是,我打破它这种既定的销售比例的组合 我让你按照这种盈利性最强的产品优先销售 那么它的这个盈亏平衡点应该会怎么样,应该会左移 它的盈亏平衡点会更容易实现 好,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内容呢 Limiting Factor,限制性因素分析 同样分成单一的限制性因素和多种限制性因素并存 那么单种的,单种的基本上不会考到了,因为是F2的内容 就是我们用Contribution per unit of scale resource 每个单位的稀缺资源的贡献排序,一般不考 那我们要考到的话,应该就是考这个多期的 多期的话呢,需要你使用Linear Programming 对吧,线性规划的方法逐步的来做图 找它的可行性区间,接着去找它那个最优的生产方案 那么延伸一步,每年必考的是影子价格 不但要会算,还要能够用文字去描述它的特别准确的这个含义 好,然后再往下,嗯,定价,定价这一块啊 Optimal pricing考的特别多,最优定价法 这借用了我们在经济学上面学到的编辑成本等于编辑收益的时候啊 这个价格能够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就是我们的最优定价 它的计算比较复杂 啊,然后结合着这个最优定价 它通常会配合着再去考一下定价的理论 可以是Cost Plus成本加成的传统理论 也可以是具有实操性的高价进入,低价进入等等等等啊 也就是我们下面这一块的,然后Transfer price 转移价格,转移定价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转移定价怎么考,基本的计算 或者是让你从整个集团的角度去考虑说 要不要发生内部的转移销售 还是说我的生产部门对外销售 采购部门,外部采购 哪种方案下面对集团更好 如果再深入去考一下的话 就是你让你去制定这个转移价格的时候 也还要考虑到对于这些DV人 对于分部的绩效考评的影响 OK,好吧 接着往下第四个,一些短期的决策 这块都非常简单 比如说Make or Buy 你是购买啊,还是自己生产啊 也就是你是生产,还是外购 外购其实就是外包 这块一般就选择题 客观题会见到它 Shut down,关停决策 还有下面的再加工决策 都很简单啊 好,最后一块内容 风险也是考的特别多的 风险的内容呢 也是非常适合放在Part B 这种小案例当中去考 这里面涉及的像概率分析 就很基础 概率分析它延伸出来 会有一个Perfect Information 在这里边啊 当你有这种完美信息的时候啊 你最多愿意为它付出的代价 借用概率分析的方法 好,然后敏感性分析 再往下 这也是咱们的重点 Maximin,Maximax, Minimax, Regret 这个基本上每年都会考到 OK 最后一个Decision Tree 决策数 好了,这就是我们在整个Part B当中 学过的内容 特别多 特别多 但是每一块呢 又相对比较独立 也比较简单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考点 陷阱啊 第一个就是关于定价当中的Optimal Pricing 刚才说了 这个爱考 最优定价 这里面呢 首先是它本身的 它的计算 它的计算本身有点复杂 你记得它的方法吗 通常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需要你先把这个需求方程给它建立起来 需求方程涨成 这个样子 你要先去找它的长量A跟长量B 长量A呢 我们我们是什么 是理论上的最优价格 一般我们就去找说看 哦 价格每变动一块钱 销量会反向变动多少 借用它这个比例关系 去把它的A找出来 然后B是什么呀 B是我们弹性的倒数 也可以找到的 好 然后有这个方程 建立起来这个方程了 我们再做一步的求导 也就是marginal revenue 编辑收益呢 等于A减去2BQ 同时呢 让它就等于你的marginal cost marginal cost 也就是variable cost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 把这个Q给它解出来了啊 然后再次把Q 带入到我们这个方程当中 这个P也就出来了 我现在说着这个步骤 我都觉得挺复杂的 那么一定要自己多看看 真题也好 练一测也好 这个计算基本每年都考的 你要特别熟悉 好 说完了计算 那么文字的考点呢 这个东西啊 你看你会不会文字的考点延伸到什么 这种方法本身的局限性 这种最优定价本身的局限性 你看它其实就是我们在经济学上面的一个 使用了代数学的计算方法 对吧 然后你如果要讨论它的局限性 你就从它前提假设入手吧 这个模型本身的前提假设入手 那你能说到什么 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线性方程 只不过呢 它是一个斜率向下的线性方程 也就这个意思 画的小一点啊 好 它的这条需求曲线是 这叫什么 这叫downward downward sloping downward sloping 斜率向下的 谁是upward sloping啊 谁啊 写这边吧 加上走的成本曲线 y等于a加上bx往上走啊 这里面是一个 是一个斜率向下的线性方程 但你要说我研究的是什么 是价格和需求之间的相关性 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 对吧 我们仅靠这么一个简单的线性方程 能不能够把它准确的反映出来 其实是质疑的 这是一个局限性 好 接着第二个 编辑成本的持续性 编辑成本的constant持续性 也就是说随着你的产量增加 它的编辑成本不能变 编辑成本是什么 不就是可编成本吗 等于在这儿 等于说在这儿 我们假设的就是 variable cost per unit 单位可编成本不变 同时呢 它的total fixed cost也不能变 是吧 随着产量的增加 你固定成本不能变 同时单位可编成本也不能变 这叫做marginal cost consistency 会说的啊 它编辑的部分是持续不变的 但事实上怎么样 规模经济 编辑成本递减 学习效应 编辑效率递增等等 这些都会打破这条假设 可以理解啊 还能够提到什么呀 这里 鞋是不是能够通过调整自己的价格 就可以控制销量 很多题目当中都会有这么一条假设 事实未必如此吧 对吧 真正影响我们销量的因素有非常多 那比如说你真的是处在这个monopoly 垄断 寡头 你可以去控制你的价格 你可以自行去控制价格 而事实上如果你你处在的是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完美竞争市场 那是什么 是市场决定价格 是需求量决定价格 而非反过来 你可以通过价格去调整需求 OK 同时呢 还会受到很多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竞争对手了 对吧 消费者的不同的偏好了 等等等等 好 最后这个非经济因素也提到了啊 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了 消费意识了 政府的一些干预了 都会影响我们的价格 还有我们的销量 好 这些假设 那么回去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一道题目 那计算的题目啊 计算的看一下15年的就好 我说文字的这一部分呢 可以看这道2016年6月份的第一题 就专门是说到了这种方法本身的局限性 非常经典的一道啊 好 接下来 第二个 第二个考点及陷阱 那么还是在定价这里面 我们要说的就是转移价格 转移价格也是考的会比较灵活 对吧 考的比较简单 简单考 看到简单考深入考啊 考的比较简单的呢 就是让你在不同的情景下去选择这个转移价格 我们的三条基本规则是什么 如果你还有外部市场 对吧 外部市场还没有饱和 你已经是full capacity 最高负荷满负荷在生产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让你对外销售的话 应该和让你对外销售不能有差别 否则的话对于你这个部门来说就不公平的 对吧 那么你内部销售的这个转移价格就等于市场价格就可以 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外部市场已经饱和了 然后你还有剩余的产能 这个时候你内部转移销售 我只弥补他的可变成本就可以了 那么转移价格就等于可变成本 对吧 第三种情况是什么 有机会成本 对吧 你的产能是受限的 我现在生产A 我就不能生产B 那么老规矩B的这个贡献的损失放到我A的头上去 在做这个转移价格的时候 要把这个机会成本也算上 而且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如果你这里面的有Avidable Avidable Variable Cost 就是可以避免的可变成本 比如说你内部转移的话不需要包装 不需要运输 那么省下来的这一部分的直接把它减掉 可以了啊 好 然后考的如果深入一些啊 深入一些怎么考啊 就我刚才说的对比 内部转移销售和外部外销外购 外销外购两种情况 两种情景对整体公司的影响 能明白吧 内部转移销售就是A生产出来 卖给B两个分布 这个外销外购的意思是说 A生产出来对外销售 那么B要采购的话 从外部采购 这样两种情况 哪一个对于公司更好 对于整个集团的影响 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啊 你怎么分析 文字题的分析主要在这啊 这种考文字 也考计算 也考计算 也考文字 这种东西你怎么分析啊 你要从整个集团的角度去出发 你就想着如果我这个产品对外销售了 我对外销售了 那就是整个集团在对外销售 你去算一下外销一个单位 你能够赚到多少钱 对吧 市场价格减去可编成本 赚多少钱 好 然后你这个Division B 如果是从外部采购的 那么现在就是从整个集团的角度去看 集团从外部采购 那么你采购一个单位 要多发生多少成本 怎么比啊 用你采购的那个价格 减去你真正的可编成本 对吧 外购一个单位 你要多花多少钱 好 然后用你的benefit 用你的利润 跟你的这个成本去比 最后看他是收益更高 还是成本更高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对吧 就知道了啊 这个外销外销外购 它是否值得做 它是给你带来的净 saving还是净的cost 好 那么底下写了一下啊 说这种情况呢 思路呢 就是buying division和selling division的决策 必须从整体公司的角度来出发 然后我们衡量盈利性 也是从整个公司的角度入手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意思 整个公司对外销售 你赚多少 整个公司从外部采购 你要多发生多少成本 特别经典的一道题目 是这道16年6月份的第四题 这道题目应该在基础课当中没有讲过 我们在西提课当中稍后会来讲 OK 好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灵活考 怎么叫做灵活考啊 前面给了你这些背景 对吧 也让你判断了说 到底是内部转移更好啊 还是外销外购更好啊 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说 如果你内部转移的话 你的这个转移定价 请你来制定一下吧 这个时候已经不仅仅是从像刚才简单考的那三种情况的角度去入手了 已经不是了 而是什么 你要考虑到对这两个分布的合理的技巧衡量 合理的技巧考评 通常我们这个转移定价怎么制定啊 在他生产的这个Division A所发生的可变成本 和外部从外部来采购采购的那个market price 采购的market price 之间来选择 这个转移定价肯定要弥补人家Division A生产所产生的可变成本 但是呢 他又不能超过Division B从外部采购的那个采购价格 在这个之间对吧 一般比较合理的情况下 我们会让他比较倾向于靠右侧 比较倾向于这个外购的价格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对于B来说 内部转移采购跟外部采购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对于A来说呢 我们就尽量的保护了他应该实现的这一部分的利润 以对他进行合理的这个考评这样子的 好 这个转移定价的题目呢 你看我给大家列出来的题号 一个是16年的这道我们稍后讲 还有一个15年的15年的这道 我们是基础课已经讲过了 回去大家可以复习看啊 好 接下来啊 第三个考点陷阱 Strategy 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呃 制定转移价格的政策 或者叫战略都行啊 传统的方法 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Cost Plus 成本加成 成本加成这种方法呢 一般是选择题会考到他 好处是什么 是我们 听我这句话啊 好处是什么 是我们认为能够弥补他所有的成本 但是也不一定 对吧 你要在满足市场销量 满足需求量的销量 保证销量的前提下 能够弥补他所有的生产成本 但是问题还不在这儿 最主要是看他的缺点 缺点呢在于忽略了对外部市场的关注 忽略了市场对于这个价格的认知 对吧啊 所以大题的话呢 就是延伸让你讨论价格与非价格因素 对于需求量的影响 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道 这道题目 这是Space paper Space man paper 14年的时候出的那套样卷里面的这道题目 就直接看他的B小问就行了啊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讨论价格与非价格因素对于需求的影响 那么非价格的因素 这个你就可以写出来你很多的常识了 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对于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 对吧 我们现在都环保意识特别强 我们会买这种环保性绿色的产品啊 等等等等的啊 好 接下来接着说 说完了前面传统的方法 接着我们要说的就是具有实操性的 具有实操性的这种 更多的去关注市场的定价方法 这里面我写了是两个啊 其实可以说到三个 三个的话 加上谁呢 加上target costing target costing也叫做target pricing 目标成本法也叫做目标定价法 是吧 这是我们在part A已经讲过的啊 但这个东西一般 考大题的话 它不会从定价的角度去考 它都是从这个目标成本的角度去考 考它的步骤啊 等等一般跟服务型行业结合 记得吧 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 那么如果就考到定价这的话 那就是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skimming 高价撇纸进入 一个是panetration 低价渗入式进入 而且我们有好几道题 考的都非常类似 他A小问考什么 A小问考计算 先让你算一个最优定价 前面讲的那个optimal price 先算自由定价 后面的B小问呢 再给你几分 让你讨论说 这个公司如果他想采用高价 或者低价进入是否合适 当然题目当中会给你透露一些背景信息出来 那么你怎么样去判断是否合适 这个问题也可以演化成说 如果公司想要采用高价或者低价进入的话 他应该适用于哪些市场条件 哪些市场条件可以保证你能够这样或者这样 怎么问都行 怎么大家都可以 好那我们就主要来说这个skimming 高价的让你你把它反过来就可以解释成低价的这种市场情况 什么情况下你这东西可以高价进入市场啊 iPhone卖的贵不贵啊 iPhone8要上市了 你这也花多少钱去买啊 对吧啊 那肯定就是说这个产品的与众不同啊 新奇特这是第一条 还能够提到什么呀 一般我们指的是这种产品的生命周期比较短的 他前期的研发成本特别高 而且他的寿命又特别短 所以你必须要在前期快速的来回笼资金 也会选择高价进入 那我们都想高价进入 都想进来分一杯羹 对吧 你怎么能保证自己能在这里卖 而别人不会差一足进来啊 你要有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指什么呀 什么是进入壁垒啊 比如说核心技术啊 稀缺资源啦 专利啦 等等 排外全了 等等等等 对吧 好三个了啊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 大家有时记不住 就这个生命周期早期市场反馈尚不明朗 比如说我们题目当中会说到这里叫做什么呢 The market reflection to the product is unknown 或者I'm sure 你不太确定这个东西以后好不好卖 那你与其在未来涨价 涨价 那你就不如高价进入在未来去降价 对吧 我给大家有没有说过这个肯德基的例子 肯德基的产品啊 他通常会有限时供应新品 对吧 然后这种新品通常卖的就会比他常规的这几个套餐更贵一点 那么他就是在高价 就是他也不确定说你这个新品能不能够受到市场的欢迎 所以他他在后期是怎么样来降价的他降价的方式很灵活 也就是印优惠券马上就会发优惠券打折打折之后 其实价格就跟买常规的这个套餐差不多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市场早期不明朗的情况也可以来高价进入 好吧 那你反过来如果想去说 他那吹沈低价进入市场的话 那你可以提到的把这些情况可以调整一下变过来 再比如说你加上实现了规模经济 对吧 单位成本降低 单位成本降低 或者是他的learning effect 学习效应非常明显 当你这个产量增加的话 他可以快速的进入平台期 再比如说可以提到想要快速的受到市场的认可 占领市场份额 或者是防止其他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 都可以都可以啊 好的 那么定价的我们就说到 这我们说了三个 你看到了吧 定价是考的比较多的啊 那么接下来第四个考点陷阱呢 这个limiting factor 多种的限制性因素 那么单种的咱们先说一下啊 单种的限制性因素呢 其实考的并不太多 一个就是考他的常规计算 对吧 计算的话 如果我稍微调整一下 灵活一下 可以延伸变化成什么 变化成不仅仅让你用 稀缺资源的单位贡献来排序 而同时让你使用产量会计法的 TPAR来排序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基础课的时候 讲过的那道Ride 自行车的题目 记得吗 说有这个叫 Rodest 对吧 山地车和Averest 竞速车 那两辆车 然后把它 对于稀缺资源的 耗用情况都告诉你了 然后分别让你用传统的方法 就是用贡献去排序 和用TPAR 用这个去排序 然后看它的差别 这种题目如果考到的话呢 结合 计算完了之后 要结合文字分析 文字分析的迁入点在哪里 迁入点其实就在于 产量会计法的这个特性 也就是它要把 LaborCost 变成什么 把LaborCost 默认为固定成本 你自己假设吧 如果假设 LaborCost是可变的 那就是在用传统的 编辑成本法在排序 如果你假设它是 固定成本的话 就等于是在用 产量会计法在排序 你自己只要写的合理 合理就可以啊 在这儿 好 然后如果考到文字体的话呢 有可能在选择题当中 见到 他问你什么啊 那你在这儿 在这儿 这些限制性条件啊 除了这些资源受限以外 还有什么是 限制你产能的因素 除了料工费不够以外 料工费 费就是设备机器啊 机实 除了这些不够以外 还有什么是能够 限制你影响你的 这个生产方案的 还至少有两个 对吧 一个是 什么呀 合约 你签了合同了 你有合同 你必须要优先满足生产多少个X产品啊 然后你才能用闲置的产能去生产Y啊 Z啊 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没写进来 你想想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不是demand 市场的需求 你知道这个东西赚钱 你就你就使劲的生产它 并不是满足市场需求就可以了 生产的再多你也卖不掉 所以有的时候文字题就会问到你说了啊 除了 自生产资源受限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因素 记着两个 一个是合约的限制 一个是市场需求的限制 好 然后你看大题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这一道 16年9月份的最后的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 我们应该在习题课后面也会讲到它 OK 好 然后说完了单种的 我们来说多种的吧 多种的 多种的限制性因素呢 我们其实就是在考这个linear programming 考的也并不多 大题当中考的不多 比较麻烦 为什么呀 因为考到这个的话 你是肯定要做图的 做图的话呢 如果是笔大卷的话 还好啊 对吧 给你一张白纸 或者给你个坐标纸 你画就行了 问题是有同学参加机考 那么现在又要保证机考的内容 和笔大卷的内容 它难度是适中的 甚至是题型都是一样的 同一期的题型都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 我们好像在在机考里边啊 它现在的功能还不太支持我们去做图 在那个word当中 所以我只能说 在大题当中考到它的概率不高 不高 我们也不能很绝对的说就不会考啊 好 那么如果是计算题的话呢 那你就按照步骤来处理 步骤有什么 第一步 设定位置数 对啊 生产X个AY个第二步目标方程 贡献等于多少乘以多少加多少乘以多少 是吧 然后接着第三步呢 去描述我的这些限制性的条件 一般我们就用不等式的方法 每一个限制性的因素让它小于等于多少 接下来做图 做图的时候怎么样在你的X轴和Y轴上面去找它的节点 会吧 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多少 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多少 这样来做啊 好 图做出来之后呢 去找它的 Fisible Fisible region Fisible region 可行性区间 那么可行性区间就是同时满足了你所有的限制的条件 然后它的一个边缘的焦点应该就是你最优的方案 怎么办啊 你可以尝试去算每一个边缘上面的点的总贡献 谁最高谁就最优 但更简单的方法呢 是让你用在这儿 用目标方程的协力去推 去推 这个东西就说考计算考做图也就罢了 如果考文字的话呢 还真的不太好写 不太好写 回去大家可以看这一道啊 还是这一道啊 我们上回会讲的这个16年9月份的这条题目 到了它C小问 在这里面呢 你需要用文字去描述你做Linning Programming的这个步骤 那么尤其是像这儿 你这话用英文能不能够说得出来 它特别像 我的感觉它特别像 你考过雅思吗 考雅思的话不是大作文加小作文吗 对吧 那个小作文它是一个描述性的 特别像考这种小作文的写了这个东西啊 好 说完了这个做图的步骤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它了 Slake和Shadow Prize 说这个是每年必考的 即便你不考大题选择题也会践踏 Slake呢 就是剩余 剩余 你的这一个限制条件 这一个稀缺资源有没有用光 用光了就是No Slake 没用光就是Supply 也叫Slake 好 如果它被用光了 被用光了 No Slake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算它的影子价格了 对吧 这个地方你可以备注一下 题目当中有的时候选择题会出现啊 会出现 你要知道正确的描述是说 只有No Slake Resource Shadow Price 只有No Slake被用光的资源 有影子价格 好吧啊 OK 那么好 说 好 然后我们接着说 用文字去描述这个影子价格是什么 你所为了获得一个单位的额外的缺资源 所愿意支付的最高的什么 最高的什么 不是最高的代价 嘿 不是最高的代价 而是最高的溢价 也就是我们这写的 额外 代价 额外代价就是溢出来的溢价那一块 对吧 比如说你正常工资是十块钱 影子价格是五块钱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为了让他多工作一个小时 你最多愿意给他付十五块钱 五块钱是那个溢价的部分 要会算 要会说的清楚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五个仙景呢 盈亏平衡分析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CVP 本量力分析了啊 单种和单种产品和多种产品组合 那么如果是简单考的话 试图 试图 试图的话我们呃 这道大题我们应该讲过 2016年6月份的第二题 呃 是那个swimming pool 是一个游泳馆接待多少名运动员的那道题目 他把这个图给你画出来了 画出来之后呢 他是让你去解释这个chart上面每一条线的含义 对吧 横着的水平的是我们的固定成本 然后斜率向上的是总成本 还有他的收入的那条线 相交的位置是盈亏平衡点 然后还让你去解释啊 解释这些成本也好了 收入也好了 他的变化规律 这道题目咱们基础课也讲过的 好 如果是为难考 考的难一点的话呢 就不是让你实图了 而是让你做图 做图的话呢 应该就是对应多种产品组合的 你想一下啊 咱们在讲本量力分析的时候呢 他的前提假设 你记得吗 我们讲了一大串 最后最后的一句话就是 假设所有的都不变 什么都不变啊 可变成本 固定成本 单价 产量销量 然后期末存货 所有的都不变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 销售组合不能变 Constant Mix 他的产品的销售组合不能变 按照这种方法来做图 那么只要 是Constant Mix 我们就可以用 加全平均之后的单位贡献 或者是CS Ratio都行 来算他的盈亏平衡点 然后再来做图 这还比较好处理 那除了为难的考你以外 还会有一种 把它叫做变态考 考就挺难的了啊 特别典型的一道呢 是2012年的一道题 那道题目我们基础课的时候 有讲过有讲过 那么还有一道类似的是这个15年12月份的第三题 考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还是让你去做图 让你去画图 画图 画什么chart呀 画叫profit volume chart 就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他的利润的那条线 就只画利润那条线 而且这里就说我打破了前面constant mix的这个假设 且现在呢是优先出售盈利性最强的产品 然后让你去同时画出来 机定组合不变的时候的这条线 利润的这条线和按盈利性最强优先出售的情况下 这样的一条线 这两条线有什么区别 就我刚才说到的 如果你先卖最赚钱的产品 它的盈亏平衡点应该会更怎么样啊 更早实现 对吧 它的盈亏平衡点会在这个图上面左移 而且去算它的时候 有点小窍门有点小技巧思路呢在这 在这 怎么办 计算累加数据并做图 谁最赚钱啊 你比如说 比如说A产品最赚钱 那我就认为我先卖A 把A都卖掉之后算一下它的利润 第一个点确定出来了 好 然后排序排在第二位的是B产品 我在卖B 累加起来 A加B都A和B都卖光 累加起来 你的利润是多少 最不赚钱的是C最后卖 最后卖 然后最后的那个积累起来的利润 应该和你既定组合下卖的利润 其实是一样的 就总的利润是一样的 先卖谁后卖谁无所谓 但是呢 你这个线画出来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按照Constant Mix去卖 它是一条直线 Straight Line 直线 但你如果按照谁赚钱先卖谁的话 它画出来应该是一个有有折点的 有折点的 这些折点就是你累积的数据 回去看看我说的一二年基础课讲到的那一道 也可以看这一道题目 算是一个小难题了 好了 就到这里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PART B 要涉及到的 我们把整个的知识结构回顾了一下 和涉及到的能够出现的这些难题 好 我自己感觉在基础课当中大题讲的不少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会多花一点时间来带大家看历年真题当中 还有我们BPP练义册上面比较经典的这些客观题 选择题 讲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几道大题 大家可以带大家一起去看 previously我们的指数据 我们的指数据 要その还记得 其实我们可以带大家 我们有的储 Got 不用红楼 这种国家